据说呢,这个俄军啊,要从赫尔松撤退了啊,最终呢,看来赫尔松也得丢了啊,可能很多这个喜欢粉俄罗斯的这个朋友啊,这个可能听到这个消息万箭穿心啊,对此啊,对你们表示不幸的哀悼啊,但是这个东西嘛,战争嘛,对吧,有胜有负啊,这个我觉得啊,被敌人进攻是不重要的啊,被进攻以后咱们能搬回来啊,才是比较重要的 要是搬不回来呢,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啊,不过现在为止呢,咱们说说现在的战况啊,很多朋友说你一直没有聊这个事,你自己能不能聊聊这个事啊,对不对,这个赫尔松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这个为什么这个俄国要突然撤退啊,是吧,他到底撤了没有啊,反正我这儿现在得到的消息啊,包括网上传来的消息啊,包括看新闻媒体的报道的消息啊,感觉上俄军应该是撤了 而且是得到了俄国国防部的证实,但真假呢,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也不会俄文嘛,对吧,都是托朋友去看,或者向朋友去打听 那么俄国从赫尔松撤退啊,我现在就两个疑问,据说是乌克兰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进攻 然后先被俄方打退了,然后俄方才突然接到撤退命令,才撤退了 我感觉啊,对方对你进攻,你进行坚决的反击,其实这就是一个撤退的信号 你知道吧,就是对方来打你的时候,你去主动的,是吧,进行大规模的反击,把对方打退了 然后这个,你趁着这个间隙往外撤,才好撤,因为之前啊,我看到种种迪象说明 就感觉俄罗斯没有固守赫尔松的决心 他早期就把各种的老百姓啊,各种的人员啊,各种的这种物资啊,就开始从赫尔松往外撤了 其实如果你想守赫尔松的话,是应该把赫尔松打造成一个堡垒 你知道吧,就是把赫尔松这个地方呢,打造成一个大量的这种商场啊,学校啊 把这种大量的这种楼房给造成一个堡垒,而不是你从里面大量的去撤物资,撤人员出去 那给人的感觉嘛,就是你守不住了,而且你把国旗都降了 那就是要,是吧,就是要,就是要,就是要这个 给人感觉就是你要放弃,对吧 所以说人家乌克兰一进攻,你这边就跑,给人感觉就是你,你不行了 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 还有一点就是我个人的疑问啊 就是说这个俄罗斯啊,不是说如果对乌东四周进攻 就相当于是打他的这个本土嘛,对吧 就要用核武器进行防卫啊 我之前呢,我记得很多朋友也都说啊,是吧 支持那个公投啊,是吧 因为如果要是,这就是俄罗斯的领土啊 你一进攻,乌东四周就是为了,为使用核武器合法化做准备啊 现在呢,乌克兰不但打了卢干斯克,还打了赫尔松 我在想,会不会核打击块来了 如果要是核打击块来了的话 那人类要面临核冬天啊 我琢磨着是不是得去吞点盐啥子啊 如果我觉得啊,就是核打击块来了 大家一定要,我跟大家讲一讲核打击的这个常识啊 因为俄罗斯一旦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话啊 势必啊,伤害到这边了啊 听说有北约军队啊,那按照有些朋友的说法 那肯定会伤害到北约军队 一旦伤害到北约军队,北约势必坚决的反击 北约一旦坚决的反击呢,他们就会,俄罗斯就会打击这个北约的本土 那北约的本土呢,就顺便就会打击俄罗斯的本土 哇,这么一通乱扔,大家都没了,是不是 哎,是吧,连俄罗斯都没有了,还要世界干什么 是吧,我们是硬汉啊,然后,但是那不管怎么说啊 一旦扔口气,我跟大家讲,盐这个东西啊,是你首先要准备的 你知道吧,哎,据说吃两吨盐可以刀枪不入啊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生化服啊 大家也要准备好啊,没有生化服 就是那个病毒服也可以代替啊,就是那个大白穿的那样 啊,也也差不多啊,那个东西反正是能稍微的防止一下吧 就是那个啊,辐射服啊,就是那个东西啊 就是买一些替代品,然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 啊,这个水啊,一定是会被污染的 啊,水一定要准备啊,包括这个粮食啊,粮食啊 这个粮食啊,所以说我就觉得 这个美国政府就是也给他们提个意见啊 就是如果一旦核打击来临啊,你们怎么样我不管 你要先顾老百姓的死活 所以说我主张每个人再发一笔钱 啊,这笔钱得多一点 两千到四千刀吧,让我们上街去采购 啊,是吧,哎,反正感恩节也快来了 啊,为了防止核打击呢,建议美国政府是发这么一笔钱啊 啊,而且呢,有些啊,据有些中国的朋友讲呢 啊,这个俄罗斯啊,是吧,一旦入侵到俄罗斯领土啊 这个乌克兰军队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啊 我个人认为啊,核打击的可能性啊,还是比较大的啊 然后呢,哎,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啊,对以后局势的这个预估啊 哎,之前大家知道啊,这场俄乌战争我参与过很多次啊,这个预估 目前为止预估的还算比较准啊 我曾经之前我就说过啊,俄罗斯在乌东大反击溃败以后 不会再大规模的溃败啊 然后会在乌东四周,赫尔松和这个克里米亚一线拉锯 现在来看确实是这样啊 之后这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确实是就拉锯了下来 但是呢,我又说过俄罗斯最终正常的结果 就是赫尔松和克里米亚会丢啊 乌东四周呢,能不能保住不知道,看战局啊 最坏的结果就是俄罗斯失掉2014年开战以来 所有占领了地方 但目前来看啊,赫尔松是丢了,对吧 哎,这个慢慢的就不战而退了 因为据俄罗斯自己的说法是要越过蒂涅伯和 好的,蒂涅伯和的另外一侧防御啊 这个在开战的时候,我记得我都讲过啊 就是说,俄罗斯其实他不想要蒂涅伯和西安 他退回了蒂涅伯和东岸 那他其实现在在蒂涅伯和东岸,他也不吃亏嘛 赫尔松其实本来也就是白送了 然后他在蒂涅伯和东岸的话啊 他一定要守住这个防线啊 而且乌军将来的进攻啊 也不会像打赫尔松城市那么容易 为什么呢,因为呢 他的背后啊,是个地侠 就是这个赫尔松就是城市的东岸 就是这个蒂涅伯和东岸 他背后是个地侠 这个地侠直接就是连接了克里米亚 这儿的防守 蒂涅伯和东岸的防守直接意味着 克里米亚丢不丢 你看地图啊,你就明白 克里米亚他跟俄罗斯本土是不连接的 他只有一条大桥去连接 那么俄罗斯占了赫尔松以后 才把这个陆地连接给连接上啊 如果赫尔松丢了 那么乌克兰以此处为进攻跳板 就可以来进攻这个地侠 明白吗 如果再往前再收复那几个城市 赫尔松跟俄罗斯本土的连接 就是陆地连接可就断了啊 可就断了 如果一旦这儿断了的话 你派援兵也好 派吃的也好 派集养也好 就只能从克里米亚大桥 如果就是说这个地侠啊 跟就是就是这个克里米亚半岛 和欧洲大陆连接这个地侠 这儿要是这块要是丢了的话 乌克兰不用打克里米亚 只用再炸一次桥就可以了 只用再炸一次桥 这整个克里米亚就除了投降 没有第二条路 所有的集养 所有的人员 所有的援军 所有的弹药 要从俄罗斯本土靠海运用过来 那大家知道吗 在黑海里面 俄罗斯最有存在感的据说是黑海舰队 黑海舰队据说是旗舰已经没了 据说是还有好几次护卫舰沉了 据说是 也不据说了吧 反正是 如果要是西方真的使坏的话 弄两艘船艇蹲在黑海 那俄罗斯就一点办法没有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啊 如果要是 赫尔松的这个夜部和他东岸如果丢了的话 如果真的是 继续不守的话 这个地下丢了的话 乌克兰不是太有必要去打克里米亚 他进去就 饿你几个月 进去接收就好了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因为克里米亚 本身说句实话 俄罗斯族的人比较多 但并不是绝对多数 并不是绝对多数 如果一旦乌克兰人开进去的话 再加上这个地方当年就是被强占的 那你说当地的老百姓 这可才过去八年 当地老百姓会不会反正呢 就不好说了 那最终呢 俄罗斯会不会就是 失掉前线所有的这个 以占领的土地呢 我不好说 我只能说 不太看好 因为目前为止 我看普京是有点打不下去的意思 因为大家知道 普京现在一直在说谈判的这个事 泽连斯基就是不接茬 普京一直在说谈判 而且已经不再称乌克兰为纳粹了 已经开始说 乌克兰跟自己是一个平等的这么一个 当然咱们也不知道他怎么想 但我们姑且认为 这是一种高超的外交行为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含泪吞下了四个州嘛 对吧 含泪吞下了四个州 只要一谈判 就把战局稳定在当前的位置了 但是乌克兰给出的这个 他们条件比较苛刻啊 就是让俄罗斯啊 把吃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 这个对于俄罗斯这种民族来说就 很难嘛 对不对 战斗民族嘛 对吧 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我抢你 三百万平方公里啊 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啊 你让他吐出来是不可能的 那除非你打你拿核弹跟他干 不然的话你也要 让他吐出来是绝不可能的 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血性啊 我们要说这是确实血性 所以说以俄罗斯的血性 我相信他是不会把这些地方吐出去的 所以说到最终呢 只能兵容相见 双方只能兵容相见 这是一种很无奈的这个结果 也是一种很悲哀的结果 也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悲哀 随着美国的军援 欧洲的军援不断的加深 我相信啊 这个战局还会再不断的发生改变 最后说一个问题 有朋友讲啊 为什么欧洲这么不要命的援助乌克兰 他们的好处是啥 是吧 美国他们还能理解 欧洲为什么 很多人的理由是 欧洲被美国绑架了 我就说你们就不知道吧 就别瞎说 我给你解析一下为啥啊 我看在网上还没有人这么解析过 为什么呢 欧洲啊 他是绝不能不援助乌克兰的 因为他对他来说 所有的威胁 千年的威胁 不是像中美这样远在天边的大国 而是像俄罗斯这样近在咫尺的大国 再加上俄罗斯又是这么一个以对土地为感兴趣的民族 他又老想入主欧洲 所以说对于欧洲来说 他是千年的威胁 这次好不容易俄罗斯自费武功了 自己去干了这么一个事 他们拼了命援助乌克兰 其实为的就是要让俄国崩溃 明白啊 你不要看欧洲有多少人上街去抗议 那样的国家 他声音能被发出来 上街抗议有多少人呢 就是有多少反对的 那不上街的 那是绝大多数 占99%以上 我就敢这么说 占99%以上 明白吧 所以说呢 整个的这个欧洲呢 去援助这个俄罗斯是有民意技术 而且最近美国天然气的价格 你们看都低成啥了 一传一传的天然气都已经拉往欧洲了 欧洲并没有冻死 并不是你想的 而且欧洲的天然气现在价格也在降 并不是像你们想的特别高 好那咱们说正题 他援助乌克兰有什么好处 如果因为这个乌克兰战争 把格拉斯拖垮了 你们想之后会发生什么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 欧洲早就是一个整体了 欧洲不像你们想的 这个国跟那个国各海鬼台 整个欧盟它是一体化的 它的经济是一体化的 如果它单算一个经济体的话 它的经济体比美国和中国分别的都要大 知道吗 它比美国和中国分别的都要大 欧洲是欧洲议会的 欧洲是欧洲快反军团的 而且欧洲一体化做的真的很不错 如果俄罗斯这个威胁没了 俄罗斯这个威胁没了 俄罗斯真的被解体了什么的 那那么它甚至就可以顺势 把俄罗斯解体掉的这几个国家 或者是俄罗斯啊 或者变成一个无害的这个地区 它就可以把这几个地区 或者这几个国家给扩进来 明白吧 把天然气跟石油永久性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如果俄罗斯它不再是一个大国 它不再是一个威胁了 就可以把俄罗斯掌握天然气的这些地区 掌握石油的这些地区给扩进来 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既有石油 又有天然气 又有独立的政治 又有独立的经济 又有独立的军事的尸体 欧洲是不想在北约跟着美国混的 虽然说在俄罗斯立场上 它跟美国是一致的 但是如果一旦它有了石油跟天然气 它本来经济有强 它本来这个军事其实也强 武昌里面 如果要是俄罗斯这边没了的话 你想武昌里面三个都在它这边 都在这一块 你自己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政治军事实体 而且它一旦这边 它可以不跟你美国混 那边它可以不跟你中国混 它两边它都不跟着混 它自己就是一个庞大的世界 经济力也不亏 最重要的是科技天花板人也还有 一旦这些东西都有了 你说 是吧 那它会干啥 包括这个 俄罗斯这边没了以后 整个军费上它就不用再 要北约就没有用了 要北约就没有用了 你明白吧 它是想 自己当老大 整个欧盟自己当老大 欧洲人再次回到世界的巅峰 所以说一堆人我都不知道在想啥呢 说什么被美国绑架了 你想多了 俄罗斯如果要是倒了 赢者不会是中美俄任何一个这样的大国 欧洲自己隐瞒了 你明白吧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如果没有俄罗斯了 没有这个威胁了 整个的北约就不再有用了 整个的北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欧洲各国也会跟美国离心离德 这个也不符合美国利益 明白吧 从经济上来说呢 欧洲它就是那么强 从正常来说呢 我已经要你没有用了 这个联盟就可以解散了 但是欧洲 欧盟它自己可以成立一个军事实体 它本来就是一个军事实体 欧盟它不管打地哪 它都是一体化的 包括这个 在没有石油天然气的之后 它科技天然满油那么高 那你跟我说 它接下来会干什么 它会变成一个多么强大的 多么厉害的 多么恐怖的一个实体 而且还不受美国限制 那也不会受中国限制 也不会受俄罗斯限制 那你说它是不是开心的要死 是不是开心的要死 它甚至可以把五常变成四常 它只要一起 是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 当然五常变成四常 它还是吃亏了 五常那三常都被它给弄了 是不是 它也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了 那你说这个东西 当然了 这个东西啊 我只是说实质性 它变成一个政治实体啊 不是说就是 它真的会合并成一国啊 不是这意思啊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啊 因为欧盟的整个的一体化 如果你去过欧盟的话 如果你去过欧洲的话 你就知道 说什么欧洲离心离德 各国各怀鬼态 各国各怀鬼态 那都是忽悠你的啊 它那国家国家之间 边境线都没有 咱们跟巴铁之间 还有边境线的吗 人家跟国家国家之间 边境线都没有 老百姓出个国呢 就跟去你家隔壁一样啊 这就不用过边境 过边境就是高速公共收费战 知道吧 哎 就跟美加这种边境线一样 所以说大家说 加拿大是美国的51个州 你看资源什么 早就一起了 知道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呢 整个的俄欧前景啊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会不要命的支持乌克兰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俄军最后打不下去的原因 因为乌克兰这边能得到的援助 几乎是源源不断的 俄罗斯要对抗的也不是乌克兰 而是整个的欧洲啊 即使美国断了乌克兰的援助 欧洲也不会断 明白吧 因为越打 俄罗斯越拉快 俄罗斯乃至最后解体 对于欧洲的优惠 或者对于欧洲的整个的这个东西是最大的 欧洲的老百姓又不傻 他当然知道如果这个完了以后 他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他们的石油价格 天然气价格会大大的降低 他们自己能不知道吗 行吧 这一期呢就聊到这儿吧 当然了仅限一家之言 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 以后再跟大家聊 这期聊到这儿 大家拜拜